在佛法里头 通常解释佛这个字 佛是什么意思 智慧的意思 为什么不翻成智慧 因为它的意思很多 在中国找不到适当的词汇 所以保持原因 再加以解释 佛的知有三种 一切知知空 《金刚经》上所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是一切知 阿鲁汉真的 披治佛真的 第二种叫道种知 道种知是知有 你看前面是知空 是知体 体是空的 相是有 道种知是讲相 讲现象 现在我们所说的三种现象 物质现象 心理现象 自然现象 这是像 这些现象怎么来的 现象无量无边 所以说种 种种 就是太多了 道 是这些道理 这现象什么道理生 从哪来的 这种智慧 是知一切现象的智慧 菩萨有 声闻没有 佛的智慧是圆满的 叫一切种知 一切知 道种知 它统统圆满了 那么声闻远去的一切知 没圆满 菩萨的道种知 也没圆满 道如来这个地位 一切知 道种知 统统圆满了 叫一切种知 此地一切知知 跟一切种知 是一个意思 那么这个圆满的智慧 是一切众生 自性里头 本来居住的 不是外出来的 这是这一句非常重要 为什么很多不认识自的 没有读过书的 没有通过学习的 他开悟了 他什么都知道 佛法他知道 世间法他也知道 他们又一样不知道 那他这个智慧从哪来的 原来是自信本有的智慧 不是外出来的 我们从外面来得学习的 这个儒家 多有批评 多有批评 所谓 既问知诩 不足以为人死 是你学习的 是你学的很多 你读的很多 你去参访 向别人请教 听的很多 记得很多 但是你们一开悟 你所学习的全是别人东西 我们学习的学习的学习 我们修习佛经 佛经里面样样东西 我们都懂了 都记住了 讲得头头是头 说得天花乱坠 没误 烦恼稀奇 一分也没短 这叫积问之虚 自己不得受用 这是圣贤教育 佛菩萨教育力不取得 佛菩萨的教育 圣贤教育 注重在开悟 开悟的方法 一定要得定 定是真心 定没有念头 这叫定 不齐心不动念 大定 这佛定 自信本定 齐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这也是大定 菩萨所证的 尤其心动念 有分别 没有知处 小定 阿罗汉 批之佛 真的 小定的作用 超越六道轮回 自信本定的作用 超越十八戒 得受用 应接得定 应定开悟 这不是释迦欧尼佛说的 摄佛三世 一切祝福 都从这条路成就的 没有一个例外 啊 释迦牟尼佛 也是走这个路 成就的 啊 释迦牟尼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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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